应该要请国家的力量 来做一些慢性病的 加强慢性病的防止 新冠病毒疫情又升温 政府防疫政策再度受到关注 由立委邀请专家学者 跟卫福部的官员进行检讨 如果我们一直对后疫情 政府不愿意把这个物资 跟这些全部都投资在这个地方 那我相信这个地方人民的生命是 我相信还是我一直在 大规模疫情管控解禁之后 新冠疫情却没有消失 反而一波一波卷土重来 公外专家认为 台湾还是要随时做好准备 及时反应的速度要加强 甚至也建议AI机器人 最新的科技可以导入疫情监测 能够及时串联各医疗运所 让资讯能够用最快的方式流通 疫情还有病毒它一定还是存在的 今天把这个费用都挪到健保来 来致应的时候 自并会造成点值大量的滑落 卫福部针对专家意见表示 都会进行讨论跟改善 不过有医师观察到 这一波疫情似乎有很多 都是没有确诊过的天选之人 在这一回也染疫了 在最近确诊的病患当中 比例恐怕有三成左右 是首次感染新冠肺炎 也预估全台民众已经超过九成 都感染过新冠 新变种株来势汹汹 再度的确诊机会还是很高 防疫消毒依然不能轻忽 TVBS新闻 中国黄凯敬 SNG小组台北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